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息在现实中就会伴随发生相关的事件 这一周在泰国出现了一个恶魔 用枪和刀屠杀了38条生命 其中至少有24位是两岁前后的婴孩 我们读圣经西律图婴 心里常常会有一种质疑 就是人间怎么会有如此邪恶之人 竟然向手无寸铁的婴孩施以毒手呢 其实除了这位泰式的恶魔以外 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不过是在变相展开了犀利图婴的血腥计划而已 而这种邪恶的杀人的凶残 这种权利的阴影 覆盖着我们每一个人成就的生命 等候神的救赎 等候更新 所以在2022年的感恩节 谈感恩实在是很沉重 心情很沉重 我坐在这里还在想 我为什么是感恩呢 背后是拉姐嘔吐大哭的声音 因为不肯受安危 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 我们在十字架之后 在悲剧当中谈感恩 也许只有两个勉强的理由 第一就是主复活了 我们仍存着一份盼望 第二就是感谢神 继续保守我们聚会 用祂的话语 用祂的真理 来安慰我们每一颗 不知如何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继续学习 马太福音第二章 马太福音第二章 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认识了世界的王 西律是魔鬼 第二部分 让我们来看 这屠杀婴儿的恶魔 他最终的死局 现在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部分 我们讲解马太福音的一个基本思路 基本方案就是用旧约来讲新约 因为主说旧约在讲它给它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 按照这样的思路 马太福音第二章很容易平行除埃及约 这也是我们先讲除埃及约的又一个原因 再没有马太福音第二章 更集中的展示了除埃及约 基本真理在新约当中的完全应验 所以有学者把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二部分的主题 就定义为除埃及 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除埃及约当中的摩西 平行马太福音中的基督 基督是新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除埃及 拯救以色列人离开法老黑暗的权势 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旧约叫以色列国 新约叫天国 摩西小的时候 法老恶魔要逆营 要屠杀以色列希伯来人的婴孩 摩西得以幸免 新约主耶稣降生 经历了类似的命运 除埃及纪当中的法老 正好平行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中的西律 或者新约圣经的西律家族 法老作为一个暴君 犯下了和西律同样的罪恶 而他的结局 两位暴君 两个王 二王的结局也完全相等 可惜这个结局 主流教会可以说整体上回避了 我们借着出埃及记第12到15章 借着摩西之歌 米利安之歌 明明的知道 神刑罚了法老和他的军队 把他们投入到深海 实际上西律和他的儿子们经历的是同样的遭遇 以及他的陈载和打手 同样是被投入到了海和深海 骑马的 马和骑马的都被神刑罚了 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部分当中 清楚地看见了西律之死的信息 以及西律的帮凶 跟他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基本事实 而这个事实 在马太福音的讲解当中 几乎没有人去重视它 绕行西律 而且绕行西律及其陈载 被刑罚被处死的重要事实 这是马太福音主流传统当中的 又一大罪恶 我们今天要着重地讲西律之死 西律和他的儿子的罪恶 和他们的死亡被审判 当然是被审判 以及他们的帮凶和陈载 一同被处死的基本事实 两位暴君共同的罪恶 就是逆婴徒婴 第一个目标消灭基督 第二个目标进而消灭人类所有的希望 为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捍卫连任 要一直做王 要终身制 要建立千秋伟业 所以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 有着非常周密的平行关系 让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究竟在讲什么 他不是在讲鸡汤 给人类灌输鸡汤 他在告诉我们怎样面对法老和他的军队 那不仅如此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还有一条线索 几乎贯穿了整个旧约 特别重要的一些政治事实 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中的二王 及其灭亡的命运 二王我讲的是大西律和雅基老 这父子俩一个比一个坏 我要告诉大家 雅基老甚至坏过大西律 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结束的地方 约瑟为什么被主指示 绕开了雅基老 因为雅基老更邪恶 这个混账 最后遭受了报应 被罗马当局怀疑他的政治野心 把他带到了 把他双规了 带到了罗马 关到监狱 最后克死他乡 雅基老曾经一次屠杀了 据说两千人 这两千人是什么人呢 是逾越节参加庆祝活动的犹太人 所以这二王 是马太福音第二章 形成了首尾呼应的结构 这是邪恶的二王 但是这二王有一个共同的名头 你们要仔细读马太福音第二章 开始 东方博士说 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 这是指基督 然后你会看犹太人做王 那是西律王 然后雅基老接他父亲做犹太王 一定要看后面这条经文 这是什么缘故呢 实际上大西律和雅基老 犹太王的这个名称啊 这个头衔这个总书记的头衔 来自于凯撒 就是罗马当局凯撒提名 经过七中全会呀 或者经过元老大会 罗马元老院大会 决定把犹太人之王的名头赐给大西律 然后又被他的儿子继承了 所以你才知道 东方的博士来说呢 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为什么西律恼羞成怒 为什么在把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上面写了一个横幅 写了一个牌子上 怎么写的 这是犹太人的王 大家明白吗 但是这二王在旧约当中有渊源 至少有五处经文 谈到了这二王的邪恶 及其最终的结局 最著名的生命记 出埃及记 进入迦南的这场战争 亚莫利二王西红与恶 灭绝 这二王和他们的果 两位西律 结局相同 罪恶相同 结局相同 然后就是试诗记 你看西巴和萨玛拿逃跑 击殿追赶他们 捉住米殿的二王西巴和萨玛拿 精散全军 这也是马太福音第二章 两位西律的结局 第三处 猎王记下第十章 他们却甚惧怕 彼此说二王指的是 约兰与亚哈谢 以色列王约兰 犹太王亚哈谢 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 我们怎能站得住呢 神借着耶稣的手 审判了这邪恶的二王 他们在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面前 无法站立 除非少流氓 那么以色列王书第七章 这孩子耶稣基督 未晓得弃恶则善之先 有人讲这段旧约预言的时候 觉得很有难处 耶稣是神子 他怎么不知道弃恶则善呢 这是个成语 指的就是他年龄还不够大 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你听你所憎恶的那二王 这里指的是亚来王立逊 和北国以色列王比加 他们成了一个联军 避至见弃 这两个王要被弃绝 他们的国土也要沦丧 第五处 但一里书十一章 又谈到了这二王 另外二王 就是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 心怀恶计 同袭说谎 计谋却不成就 希律跟他的儿子之间缺少信任 所以当时有一个谚语说 您做希律的猪 也不要做希律的儿子 由于互相猜忌 最后希律杀死了他两个孩子 而且处死了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叫玛利亚 叫米利安 是哈蒙家族的人 为什么这说来话长 希律我们谈到他的血统是 以图买人以东人 他为了表示跟犹太人有众统的关系 就娶了犹太一个王族当中的一个女子 但是他又对他的真结始终怀疑 最后连他妻子也处死了 当然是他在屠杀了玛利亚的婴孩之后 神就罚他悲惨的死去 希律和他的儿子心怀二义 这二王也是心怀恶计同袭说谎 计谋却不成就 他们要屠杀 要消灭基督 没有成就 到了定期是就了结 林林总总的这二王 全部都归结到了 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二王 而更多的二王的结局 看启示录直到今天 今天仍然有二王 一个王手里握着核弹 一个王手里握着核酸 核弹加核酸 成了2022年 2022年秋去东来 人类致命的威胁 诸位知道我不喜欢拜登 但是上周他讲了一句话 我认为是真的 他说普京的核弹核战威胁 不是开玩笑 这句话要多严重 有多严重 有一件事情 拜登借着他的情报部门 向世界提前预告了 他说的是真话 就是普京一定会发动 对乌克兰的战争 现在事实证明 拜登说对了 那么这一次 他是否又说对了呢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普京再一次的发疯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结解胜利 乌军方面的结解胜利 这个当代的恶魔会越来越疯狂 结论很简单 人类随时随地 每时每刻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我看到了一个报告 24小时之内 甚至几天之内 从几千万人叫上亿人 瞬间就消失了 这再不是个谣传 这再不是为了一个吸引眼球 获得点击量的一个 哗众取宠的爆料 讹诈 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现实 还是那句话 主啊 2022年的感恩节 我们为何是感恩呢 另外一个王 另外一个恶魔 为了一己之私 厚焰无耻的连任 道战不下车 把全世界最多的人口 当成他的试验品 强制进行核酸 捅喉咙 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奴仆 变成了他的奴隶 这二王 他们的终局 同样如此 所以我说七中全会 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标志着 二王走向灭亡的正式开始 因为我们的神是审判二王的神 他断不移有罪为无罪 他岂可 他岂能饶恕泰国那屠鹰的恶魔 柏利恒那屠鹰的恶王 以及当代手握核弹和核酸的政治流氓 圣经多次多方宣告了这个事实 而我们不过就是祷告 见证 叛亡主快来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 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很清楚地分成三大部分 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宣告西律要死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他真死了 那我们再感慨一下 翻遍所有的马太福音的讲章和讲道视频 没有人把这个当主题来讲 为什么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两本参考书 没有一个人正视这个核心话题 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核心话题 是神和他的儿子 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核心话题 是魔鬼和他的儿子 他们不这样看 圣公会的那位作者说 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主题是出埃及 路德教会的那位牧者说 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主题是神的儿子 错了吗 没有 都比我们高言大致 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能够很清楚地看见 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 世界的王死了 因为他们的罪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必死的滔天大罪呢 看中间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他们杀害婴孩 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 这是何等的邪恶呢 所以大家看首尾呼应的几个信息 红色的字体 十五节宣告 这恶王要死 十九节 二十节 两次告诉我们 他死了 他死了 西律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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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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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老和他的军队都死了 马和骑马的都灭亡了 不仅法老死了 连他的服庸 跟班狗奴才都死了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 你知道是单数还是负数呢 负数 所以马和骑马的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死了 所有的帮修都死了 其中全会的那些著作为虐的人都会死掉 然后我们看蓝色的部分 三个先知 三次谈到了先知 这三次的先知的预言不是偶然放在这里的 他们之间有非常非常严密的逻辑关联 第一位先知是何西阿 其实主借着 这里面借着何西阿书的这个预言 已经预告了两场即将到来的死亡 一个是西律必死 一个是伯利恒屠鹰的死亡惨案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回头展开来讲 第二段就借着耶利米 他的预言告诉我们 这事果然发生了 第三段 第三位先知 准确的说不是第三位 这就是和和本圣经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个难处 第三是一群先知 是所有的先知 是众先知 是复数的先知 所以没有办法引用经文 所以说就应了众先知的话说 他将被称为纳萨勒人的话了 这句话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结束的地方呢 至关重要 它是对上述所有历史事件的一个总结 同时又是对耶稣之死的一个预言 当然我曾经说 最后这节经文是一个难题 为什么难题 因为按照上面的这种先知 预言的这种话语习惯 第二十三节的这个引证 应该准确的来自于旧约的某一句经文 但实际上绝对没有 纳萨勒这个名字在旧约根本就没出现过 更不要说旧约有 哪怕是类似的这句话 说他将成为纳萨勒人 那么难道马太错了吗 于是有很多猜谜的游戏 今天我们要彻底的把所有的这些谣言 宗教谣言 神医学胡说 彻底弃绝了 尽管我自己本身也曾经被他们误导过 我们今天靠主 再一次的正本清援同时 让我们进一步的来认识 这句话众先知们 所有的先知们讲的这个话 对我们认识基督和我们的信仰 有何等的重要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 刚才我们把十三到二十三节 分成三大部分 每一部分都可以平行的分成两部分 三个部分当中的每一部分都是两个部分 这里十三节是第一个小部分 然后十四到十五节是第二部分 这三个单元当中的每一个第二部分 都归结为先知的预言 前面是叙事 后面是预言 再换句话来说 前面是行为 后面是圣道 都可以 或者说用神的话 也对前面的历史事件 做出一个总结 我们先看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去后 博士们走了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为了和埃及 出埃及记平行的 我特别引证了出埃及记三章第二节 那个时候主的使者向摩西显现 现在显现的目的是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大同小异 说起来带小孩子和他母亲 我们发现这段叙事当中呢 小孩子永远排在他母亲的前面 不仅是为了先救孩子 也是因为他是基督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这里有个道德难题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什么道德难题呢 主为什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让他带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 却不在梦中向伯利恒的那些母亲显现 让他们逃离西律的屠刀呢 这太难了 这给属灵的表演艺术家们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是啊 这怎么 外邦人问起来怎么办呢 你们的神 公义在哪 在哪里 良善在何处 你能派一个天使去通知 约瑟 为什么就不能派更多的天使 去通知伯利恒的母亲呢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个假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说 谁能恍然踏悟 我给大家推荐一节经文 就一目了然了 就主耶稣指着这些犹太人讲的那句话 讲的可以说是声泪俱下 女众心肠 听了让人真的是泪目 主说呀 我猜浅的先知你们都傻了 从亚伯的血 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这罪恶都要归到这时代了 犹太人怎么说 让这罪归给我们 我想说什么 不 主提指派了万千天使 主从亚伯开始 一直到施洗约翰 不断的派遣 先知呼喊他们说 快悔改吧 快悔改吧 不然后过很危险 他们怎么办 他们把主派来的使者全杀了 现在回过头他们责问 你为什么派使者去叫约瑟 来不叫我们 我再换句话来讲 我们的神啊 甚至想了一个更奇妙的办法 实在没有办法了 因为派犹太人的先知来 你杀了他们 我就派几个东方的博士来 结果呢 没有 完全无动于衷啊 主流教会呢 在那查考圣经 祭祀掌文士 有一个人起来说 哎呀 基督来了 我们去拜他 这些知经派 只查考圣经的东西 有一个人站住了 劝犀利王说 顺服吧 那才是犹太人的王 你去拜他吧 有吗 一个都没有 当悲剧发生了 厚颜无耻的主流社会 主流教会 起来责问 你为什么派使者 叫约瑟 不叫我们 主说我刚派三个 你们要杀他 他跑了 他们跑回老家去了 真的 圣经你要是真读懂了 你会觉得我们的神太难了 但是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约瑟也必须去叫 他自己不会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天使刚刚告诉他说 他这儿子是从圣灵来的 我就在想话上 人的常识在想 那谁敢惹我 对吧 神就 对不对 神就说你快跑吧 不行啊 快跑吧 那话又说回来 神为什么不阻止西律呢 等一下我们看 何西阿淑的引言 我们就明白了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我讲过西律是魔鬼 看启示录第12章 那龙要等妇人生了孩子吞耻 这种魔鬼的属性 从出埃及记 从启示录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样的 创世纪的时候他吞了谁啊 先吞了这个亚伯 然后呢 要弄死约瑟 那个约瑟 然后我们看约瑟的顺服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 小孩子又在前面 夜间流亡 所以主耶稣一生下来就做了政治流亡者 他是那个世代最小的政治犯 因为他是帝王的 他是皇帝的仇人 他是犹太王的仇人 这是一场政治流亡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希律会死的 这个时间不是很长 可能一到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律杀人之后 主就立即让他死了 这两位希律的死是一样的 我说的不是雅基老 是安提帕 看《使徒行传》第12章 那个希律也是希律家族的希律 那一位希律 主就罚他 主的使者就罚他 那个希律就死了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 这个希律死就是神处死了他 因为他的罪 所以你不要再问 希律秃鹰的时候神在哪里 神处死了这位屠夫 这是要应念主界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有一个政治前提 那就是燕茂法老和他的军队 这个希律不死 你看上面说得很清楚 直到希律死了 你才可以出埃及 是吗 只有法老和他的军队被消灭 以色列人才能出埃及 这是完全平行的信息 我们明明知道法老和他的军队 是神弄死他们的 那么这里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事实上 希律也是神处死的 这个大希律的死状极其的悲惨 不仅众叛亲离 最后也算死无葬身之地 可惜历史历史离代有人给希律平反 说希律是一个伟大的接触的建筑家 我们去以色列看见希律的圣殿 希律其实还建造了一座雄安新城 我们到以色列也看见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座城市吗 凯撒利亚 凯撒利亚献给谁的 献给凯撒的嘛 凯撒利亚 希律还干了一件事 然后就是召集一帮非洲的兄弟就穷过 那时候的群果叫希腊 就是给希腊人捐粮 是希腊人没吃的了嘛 就撒鸡大撒蜜 最后他希腊人给他发了一个奖状 非洲人给他一个花缓带脖子上 哎呀就太伟大了 然后就给希律王也发了一个奖状 叫写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 这真的啊 我不是在开玩笑 历史没有什么新事 全是一样 当然他们的恶王的结局也会如此 现在我们重点说说 何希阿树这本经文透露了什么信息 何希阿树 马太福音这里引用的是何希阿树 十一章第一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这是我的爱子 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要能够真正的明白啊 马太引经的深刻的含义呢 我一直推荐大家 你一定要把旧约的相关的先知书全部读完 你就会成为马太福音真正的专家了 不要再听那些主流胡说 我只选几节经文 你看他是如何和马太福音第二章密切关联的啊 马太福音第 对不起啊 何希阿树第八章这段信息 是整个的柏利恒悲剧 发生真正的原因 他足以来回答 柏利恒屠鹰的时候 神在哪里 这个所谓的神议论的问题 神议论是什么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这个名词 虽然这是人的发明了 神议论这个概念讲的是 全善 全能 全知的上帝 如何与这个世界不断出现的 类似柏利恒屠鹰 泰国屠鹰 西律核酸这样的罪恶相以致呢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神的意识到底在哪里 如果神是全善 全能 全知的 那么怎么可能容忍世界出现如此残酷的悲剧 其实这个神议论讲的最彻底的不是这些哲学家 而是约伯记 对吧 神议论这个概念呢 极大成者 虽然古以有之啊 从比如说从奥古斯丁就有了 但是极大成者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莱布尼茨 他写了一本书的书名就叫《神议论》 整个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主流基督教 已经把良善 善行 良心当作属灵的障碍 当作恩典的障碍 整体的抛弃了 不要讲行义 良善就是行义 不要讲行义 以色列人丢弃良善 主流基督教不再讲行为 不再讲行义 结果 仇敌必追逼他 这个仇敌就是今天这个核弹 今天这个核酸 这个仇敌就是当初的西律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第四节 这是对主流打脸啪啪的响 第一个打脸唯独信心 第二个打脸就是 他们对罗马书和彼得书信的严重歪曲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把这节经文背下来 用来回答这些教会流氓 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 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 他们用金因为自己制造 偶像 以致被剪除 主流怎么引用罗马书呢 饭是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你自己看啊 他们立君王 不是我立的呀 谁啊 西律 西律的王谁立的 凯撒 多周延的经文呢 所以这里面 核心阿书第八章三到四节 告诉你 整个以色列人 犯了什么样的罪 长期以来 西律统治犹太人33年 这位西律已经十年了 还有千秋万代呢 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责任 我们看马带福音开篇 第二章开篇 那个祭祀长和文士 你就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了经营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 《荷西阿书》第十章 第十五节 因他们的大恶 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伯特利是拜五相之地啊 到了黎明 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 谁啊 西律 所以《荷西阿书》十章十五节 已经预告了西律和西律家族 这些恶王全然灭绝的结局 一步步都在这里 再往下看 《荷西阿书》第十三章 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 因为悖逆他的神 他必倒在刀下 婴孩必被摔死 孕妇必被抛开 《荷西阿书》预言了伯利亚悲剧 如果以色列人 伯利恒人 耶路撒冷人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和西律站在一起的人 真的一直听从先知的话 伯利恒的悲剧当然可以避免 换言之神已经差遣《荷西阿书》 喊过他们多次了 对吗 你不听啊 这个结局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 你如果拜金银为偶像 你一定立一个邪恶的王 而且说是神立的 像现在的主流教会一样 然后顺服他的统治 然后神告诉我们 借着先知告诉我们 你立一个恶王 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孩子都会被他弄死 就这么简单了 当年这位西律王上台的时候 多少人欢呼 有人想过今天 他用那个 他来捅你的父母孩子的喉咙 这个历史逻辑很简单 神已经告诉你了 不要这样做 你偏这样做 神就说将来你的孩子一定会死在他手里 就这么简单 屠鹰 婴孩必摔死 这个婴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 当然就指孩子了 第二 指所有人类的希望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也感到恐惧 如果连任成功了 不仅他们的孩子继续被习近平毒本 毒害千秋万代 没有千秋万代 各领风骚两三年吧 而且 所有有一点点正面的希望 孩子代表希望 都会被铲除 这个民族在短期一 短时间之内 所有的希望 会像柏利恒的婴孩一样 一一地被铲除 被破灭 上周我在推特给一些弟兄姊妹推荐一部电影 我建议大家也去看一看 这些年来好电影太少了 就叫引入尘烟 那里面确实有很多神学和圣经的隐喻 也许这个导演是有意为之 但是他就不敢讲 因为引入尘烟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 就是回归尘土 就是亚当要归于尘土 一个字都不差 但是这个电影被封杀指的就是 这恶王就连这一点点文明的火光 希望的火花它都扑灭了 这就是文化屠英 在过去十年里 它扑灭了多少略微带一点点 基督教文明的希望的火光呢 数之不胜 他还会把这件事情做绝 但是神岂没有告诉犹太人 没有告诉赵家人 没有告诉中国人嘛 告诉了 所以如果你们立一个恶人为王 你的所有的婴孩和你的希望 都会被灭绝 就这么简单 现实就这么骨感 就这么残酷 我们再看荷西阿书第十四章 不离恒的这些家庭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他们安居乐业 他们岁月静好 他们长期以来 贩卖了很多邪教的教义 所谓的顺服掌权者 所谓的只可祝福不可咒诅 所谓的 你能改变得了谁 所以谁都 罪恶都不要批评 最后的结果 就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当归向 耶和华用言语祷告说 求你除净罪孽 悦纳善行 以色列丢弃良善 什么叫基督教的重建 把善行回归到我们信仰的中心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倡导基督教重建的 又一圣经根据 何西阿书的引经 说明了 伯利恒人 犹太人是怎样败坏的 何西阿书的引经 已经宣告了西域王最后的灭亡 何西阿书的引经 已经宣告了伯利恒婴孩悲惨的命运 但是何西阿书同时宣告了 以色列人应该悔改的正道 遗憾的是 他们是杀害先祖的族类 杀害先知的族类 于是有了这场万劫不复的悲剧 我们翻到中间的信息 西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的发怒 这个暴君的不讲理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他开始愚弄别人 他愚弄博士没有啊 愚弄啊 说 你们去找那孩子的吧 回来我好去拜他 但是博士们没搭理他 绕开他了 他就大大的发怒 大大的发怒最少是谁 该隐 该隐属于那恶者 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西律的魔鬼属性 所有的暴君都是这样 他可以侮辱别人 他可以愚弄别人 一旦发现他被愚弄了 发现了有两面人了 两面人什么意思 就你当面跟我说一套 背后搞一套 不行 就大大的发怒 大大的发怒叫什么 叫伟大斗争 叫撸起袖子使劲干叫什么 就这意思 怎么干的呢 差人应该是军队 武警 将伯利恒城里 并四敬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问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的反讽了吗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问的时候 照着他愚弄博士的时候 那些结论 反两岁以礼的都杀尽了 这是新约圣经 或者六十六件书当中的 最残忍的一节经文 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 516通知 2162号 差人 这些军队 这些走狗 有人说No吗 没有 他们本来有机会不杀人的 不杀孩子的 当年差一派戒严部队 有人有人放下枪吗 我不知道 在历史上有过吗 有过 不在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不配产生这样的人 好像 在在苏联 垮台的时候 共产党的强硬派要求军队向人民开墙 人民说No 所以现在有一些媒体人 一旦 每次用解放军这三个字 我就想吐 没有 没有 不要再羞辱解放这两个词了 今天拖着这些老老老弱病残到街上打核酸的这些这些所谓的军队模样的人 他们还是人类吗 是的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你不是属血气的征战 因为他们是属鬼魔的 他们是如何下得了手的 这件事情确实是匪夷所赐 答案只有一个 以乎所出六章十二节 你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 可惜主流把他讲歪了 讲成了什么 讲成了非政治 而圣经本意应该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人类啊 就是像泰国那个 那个恶魔 他不是人类 就像美国校园枪杰那些东西不是人类 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是不懂 竟然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说只可咒诅不可 只可祝福不可咒诅 你怎么想的呀 你是这么读圣经的吗 真是匪夷所赐 如果我们的信仰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你都在侮辱邪教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西律该不该咒诅 回头我还得讲这个问题 你说那个泰国的那个 那个用枪和刀杀死了那么多孩子的那个 那个恶魔该不该被咒诅 匪夷所赐 我对这个主流基督教我真是匪夷所赐 有人说这个牧师也喜欢骂人 那是人嘛 但是我也没骂他 薄利恒 本来是生命的粮仓 因为人的罪败坏成了死亡之地 薄利恒最早出现在创世纪三十五章 拉杰死在那个地方 那是一场产难 当然这有寓意 耶稣基督的降生 总体上来说是一场产难 并四境 有我们很愤怒的不仅仅是主流教会 主流社会 主流社会在干什么呢 否认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这是没有的事 基督教编的 哎呀我就觉得 这是个被 又是个被咒诅的族类 这种罪恶相当于什么啊 就是 六四屠杀 有吗 有 过了很多年以后说这事没有 没发生过 是一些学生瞎编的 为了博眼球 因为这个人 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说的真好 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但全世界都卧在那饿着的犬下 果然如此 还有一些基督教的败类也这么讲 他们说呀 经过考古学证明 伯利恒人很少 所以两岁以礼的男孩最多不超过二十人 会吗 谁告诉你 伯利恒很小啊 你说纳瑟勒很小 我勉强同意 伯利恒是大卫城啊 大卫做完皇帝以后 伯利恒不会扩建吗 你那考古学算什么呢 不仅如此 你读圣经吗 伯利恒成礼并四境 不认字吗 但实在说来我们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不仅如此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我们还需要重新解释 就是所有的男孩啊 这个翻译呢 可能是源于出埃及记第一章 对吗 那个是男孩没有问题 法老说男孩就消灭 女孩要存留他的性命 但是这里这个名词实际上既指男孩也指女孩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路加福音八章51到54节 还记得有一个女孩生病了 主去救她 最后主还说了一句说 女儿起来吧 记得吗 用的就是这个词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领受 就是希律比法老还狠 他男孩女孩都杀了 还有一个相关的佐证 是拉姐哭他儿女 儿女那个词原文也是指男孩和女孩 为什么连女儿都杀呢 不要再说一个玛利亚同女怀孕吗 我愿意相信这一点 因为原文如此 所以一代恶王比一代恶王更凶恶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没有消灭香港 对吗 他们让一些资本家在上海坐直升飞机 邓小平把唐克开到了天安门 但是到了这新一代的恶王 连香港都不复存在 就是这样 这是历史 两岁以礼的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耶稣 已经出生三岁左右吧 都杀尽了 一句话没有让我们看见更多的细节 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去看 西律的罪恶 和柏利恒的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是的 外邦人会追问 柏利恒惨案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刚才我解释过了 但是在这里我想谈第二一个神异论的问题 就是提出神异论的人 永远不会追问人类自己 那就是柏利恒惨案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们特别看到下一节经文说 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姐哭的儿女 母亲们啼哭浩瀚 呼天抢地 男人们呢 孩子们的父亲在哪里呢 女人们的丈夫在哪里呢 他们在做祭祀长和文士在辅佐西律 他们在拜金银拜偶像 赫西阿叔和耶利米叔曾经指着这些男人说 你们见过妇人有产奈 但是你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男人有产奈 但是以色列有 以色列的男人因为害怕 每一个都像怀孕的妇人一样在发抖 这就是今天的主流教会 主流社会 这就是今天的赵家人习果人 这就是这个世代的男人 在这个世代竟无一人是男儿 还有脸问上帝在哪里 上帝把这些孩子交给了你们那些做父母的 交给了你这位做父亲的 你在哪里 你有脸问神在哪里吗 你在跪舔西律王 而任何一个起来责备西律王的都被你们责备 今天指着伯利恒的查案 你还有脸问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以色列人竟无一人是男儿 现在带着产难 像产妇一样恐惧的 也包括这位帝律王 比谁都害怕 怕什么 怕有人夺去他的权利 怕连任失败 这什么男人 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 不男不女 不伦不类 不仁不鬼 不仁不寺 继继继续造句吧 有一个男人出现了 以色列人终于有了一个男人 那就是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 真的是神想震动天地 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千万年了 四百年了 在以色列的地平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足以来安慰这些母亲 这个男人是谁 施洗约翰 终于有一个站在犀利王面前的男人了 但是 像这第一个男人疯狂地吐口水 射冷箭扔石头的 又是耶路撒冷人 伯利恒人或者主流基督教 他们竟然厚艳无耻地说 施洗约翰 责备西里王 错了 没有他们属灵 不符合圣经 你见过这样的无耻之徒吗 谁告诉你 施洗约翰 责备这个狐鹰的西律家族错了呢 你从哪里读出来的呢 我们下个主日会讲马太福音第三章 看看这地平线上终于出现了一个男人 以及怎样被这些主流基督教在身后撒尿吐口水弄脏的 我告诉大家 施洗约翰是圣经当中所有人物当中 他的悲惨性仅次于主耶稣的一个人物 难怪他是主的先锋 难怪他也是拿撒勒人 也可以被称为拿撒勒人 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就是参孙 基督教利用他的所谓的性丑闻 吃他做王已经好多年了 马太福音第三章明确的让我们看 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 他在传道 先知指着施洗约翰说就是他 以赛亚书说就是他 这些信息足以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做的都是讨神喜悦的 对吗 这很清楚 更清楚的是 你读圣经你真读的懂真读了吗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两个人讲施洗约翰 没有他们的见证更权威更真实更全面了 第一位是天使 第二位是他的父亲撒加利亚 对吗 天使怎么说施洗约翰 说你生的这个孩子 跟这个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多说 你们生的这个孩子 要有以利亚的心智 以利亚什么人 站在雅哈和耶洗别面前的先知 如果施洗约翰站在雅哈和西罗底面前错了 以利亚站在雅哈和耶洗面前一定错了 这很有解释吗 他就是以利亚呀 穿戴都一样 工作也一样 然后你再看他的父亲撒加利亚送 那段信息 以撒加利亚怎么说他儿子 说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怎么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用圣洁和公义在他面前释放他 约翰的公义在哪里啊 那不就是责备西里王的罪恶吗 不仅如此 再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本身明明说 施洗约翰责备西里和西罗底是因为他们做了恶事 然后呢 那路加福音再说 西里王又做了一件恶事 就是监禁了施洗约翰 清楚吗 非常非常清楚 我再说一遍 路加福音明确地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责备西里王是因为西里王做了恶事 他责备的对 然后再一次地告诉我们 西里王监禁施洗约翰是因为西里王又做了一件恶事 那你这个主流教会 这些使女 这些无知的妇人 这些争吵的妇人们 听什么说施洗约翰责备西里王错了呢 为什么 真是可悲可耻啊 鲁迅有句话说的挺对的 说完美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不是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 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而且施洗约翰没有缺点 没有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缺点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工作出于圣灵 又是路加福音明确地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从母府就被圣灵充满了 你怎么说一个从母府就被圣灵充满了的人 站在君王的面前责备他们的罪恶 是错的呢 你这不是亵渎圣灵吗 你的罪永不得赦免 想想看我们为什么如此激愤地在讲这件事情 千百年了没有男人 都是这些祸 让自己的孩子被杀 老婆在那哀哭 男人们一个都不见了 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起来 说了一句公道话 指着西里王的罪恶责备他们 然后呢 这些祸从来不敢责备西里王 但是他们专门去责备西里王的人 夫妇何言呢 所以我看网上有人评论说 这个中国人真的是灵 一点点天良和是非都没有 谁起来讲天理 他们起来就灭谁 你嘲笑谁呢 你都改变得了谁 就说你这个心不正 你什么意思呢 你不就是在嘲笑我 没有很大的权能吗 没有很大的本事吗 你曾经嘲笑我西里王吗 这些败类构成了今天基督教的主流群众 也成为他们的教会领袖 他们竟然向施洗约翰吐口水 真是可悲呀 没有一个勇者 有一个勇者 即主流教会说他们他做错 你敢说西里做错了吗 杀孩子对吗 那突然有一个人说你杀孩子不对 然后你说 你看你最后被杀了吧 施洗约翰最后被砍头了吧 说明了什么 说明你做错了呀 你这个脑子怎么长的呀 彼得到电十字架 你去跟彼得说你看 活该吧 瞎说吧 保罗被砍头了 头在罗马大殿上蹦了三梦 你说活该吧 当时我就跟你说你不要这样讲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灵魂呢 所以我们今天都去伯利恒吧 我们好好想一想 这个君王是你要顺服的掌权者吗 你拿什么去安慰伯利恒的母亲 你打开罗马书十三章吗 按照你的理解去讲罗马书十三章 你说你看 他不是空空的佩剑 他是神的用人 他是来杀 你要行善的没有问题 他杀的都是作恶的人 我跟他母亲说我的孩子才一岁啊 这是主流教会嘛 这是他们基督教吗 为什么要信这样的宗教 今天就是这样 今天就是这样 十四亿人 像畜生畜生不如一样 天天被人牵到街上去打核酸 去核酸检测 突然有一个施洗约翰的人说 No 你知道背后首先踹他一脚是谁 是基督教 让你不顺服 让我们去伯利行吧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姐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 我想不肯受安慰一个是这种痴痛没有化的安慰 和他一起哭吧 还有一个原因 没有人配安慰他 这些男人拿什么去安慰他 这些败类 这些男女人 这些女男人 他们都不在了 我不再敢看泰国的那个视频 前几年去泰国开会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我印象最好的是泰国 那里人的良善 谦卑 给我很深的教育 我真的不明白 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今天算是想清楚一些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仅仅良善是不够的 仅仅爱爱爱是不够的 要公义 要行义 因为泰国的军政腐败是由来已久 你不能总靠东方的一教去修心吗 是的 你见到我们都很良善 态度都很友好 都很谦卑 正因为如此 我们不会信泰国的宗教 我们要信基督教 而基督教的核心 就在河西阿淑里面 求你赐给悦纳我们的善行 泰国人该悔改了 那么耶利米书 为什么这里谈到了拉玛 拉玛有两个含义 第一 拉玛在汴雅免境内 汴雅免是 拉玛产难时候生的那个孩子 所以拉玛可以称为以色列之母 以色列的母亲在哭喊以色列 就是这个概念了 这是个文学比喻吧 第二呢 就是拉玛实际上是整个犹太人 被掳到巴比伦之前 一个集散地 都汇集在这个地方 先知耶利米也被囚禁在这个地方 所以拉玛就在提醒整个以色列人 你们当初是因为自己的罪 家破人亡 如今又是如此 换了一个恶王 当初是巴比伦王 现在是希律王 但是该悔改了 那么难道巴比伦王的悲剧 耶利米书一点点希望 一点点曙光都没给人类吗 换句话说 你说的曙光到底在哪里 我们回到耶利米书 放到下一页 还是那个建议重读耶利米书 不过太长了耶利米书 最长的旧约吧 最长的一卷书 至少你把30到31章读完 这里引用的是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15节 耶和华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 是拉姐哭的儿女不肯受安危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这个引经基本上是直线的引经了 个别的差距 我不说它了 这是耶利米书说的 为什么 波利横那里看不见男人 耶利米书30章15节 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 而不平安的声音 你们且访问看看 男人有产难吗 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插腰 像产难的妇人 我们的脸面都变轻了呢 我们的神太辛辣了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男女人的圣经根据 为什么像产难的妇人 因为是因为颤抖惧怕 我们都会恐惧的 恐惧可以的 但是你能不能不因为你的恐惧 回来用属灵的粉饰 去攻击施洗约翰 这个要求很为难吗 对施洗约翰的侮辱 不是因为你恐惧啊 你说我可不敢啊 吸力太狠了 可以 你要说出这话了 我说你真是一个好的 你真是一位真以色列人 不 现在这个主要反过来 就是我们比施洗 我们之所以没有像施洗约翰那么勇敢 那是因为我们比施洗约翰更属灵更懂圣经 说他们是魔鬼 这不正对吗 我们看耶利米书指着薄利恒惨案给人类 预留的一点点的希望 难道一点点希望都不给我们吗 这块屏幕遍地都黑暗了 但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等待嘛 在最黑暗的时代要等待 你看 耶和华如此说 您要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我最早读马太福音第二章 就是苦哭的就是很绝望 我没有办法用那些属灵的道理安慰自己 后来就回去回去找耶利米书 真的是大得安慰 神说啊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泪不要流泪 我很想把这段经文拿到泰国去 放给那些家庭去听 但是暂时听不下去 等心情平复下来了 他们要听着信息 他们会看见他们的孩子的 因为你所作之功必有赏赐 这什么意思 起来行善行义 他们必从敌国归回 谁啊 就是那些儿女 上下文联系这样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你末后必有指望 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从史实上来讲 贝鲁的犹太人一定回来 从属灵的事实的角度来讲 所有被仇敌魔鬼和死亡 夺去生命的儿女一定会复活 就这么简单了 而且我们要记得 在耶利米书第31章 神同时告诉我们 他们回归的原因呢 就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新约 这是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新约 就在耶利米书31章 新约时代 神立新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后的晚餐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晚餐和献祭当中的 确认了 确保了所有儿女的复活 西里所屠杀的伯利恒的婴孩们 在泰国那些被屠杀的婴孩们 在神国里必然复活 这是我的信仰 这不是一个童话 我们为此侍奉神 我们为此虽然被打倒 但不致灭亡 虽然软弱 仍然可以占起 无论多难 亲爱的弟兄姊妹 2022年的感恩节 因基督的缘故 仍然是感恩节 我们看第三段信息 吉里死了 我还是那句话 这句话要读三遍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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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弄死他了 感谢主 这是感恩节最应该感恩的信息 这是2022年感恩的信息 他要死了 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21节 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为什么是以色列 出埃及去回到以色列 应许之地迦南 更重要的是 马太福音前面讲到了以色列 怎么讲的 耶稣基督生来要做以色列的王 为什么回以色列 他要做王 他回去 他要回去当皇上 就这个意思 啊 然后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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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死了 你觉得这是咒诅吗 你算你说对了好吗 这句话呢正好平行出埃及第四章十九节 神对摩西说起来去埃及把我的百姓领出来 因为害你命的人已经死了 害你命的那些人已经死了 我刚才强调了这里的人是富庶 西律和他的军队都 就是帮助西律残害他的人都死了 就这么简单了啊 马和骑马的都被逃到海里面去了 我们看最后这两件经文 我们来处理那个难题 只因听见雅基老 我介绍过这个恶王 红二代富二代 更邪恶的家伙 不再说他了 接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 我刚才谈到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他怕得有理 因为他比他爹还坏 怕没关系 对吗 怕没关系 你不能说我怕我属灵 这个有关系 我们偏安加拿大没有关系 我们绕展示绕开封王没有关系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以赛亚书 《环太福音》第四章 从其引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加利利 因为外邦的加利利将会迎来基督 到了一座名城 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我们去过拿撒勒 我在以色列的日子里 拿撒勒我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每条街道 比如每个房子我都去流连往返 城市不大 住了很多阿拉伯人 城外很脏 我拍了一些视频 我们就知道阿拉伯人有多脏 有些阿拉伯人吧 垃圾堆满了大街小巷 主不在那里 现在的城镇不小 当初可能没有多大 就住在那里 南提在后面 这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被称为 拿撒勒人的话了 难死宝宝了 难死基督教 嗯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句话其实并不难 一点都不难 他们难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正 这句话没有任何难题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先知这个名词 我已经说了 是众先知 甚至可以把它解释为所有先知 旧约的众先知都在讲 耶稣是拿撒勒人这个事实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马太父亲所谓旧约预言的应验 再没有这句话更终于哈拉 因为所有的先知都在讲这件事 所以这个事很大 大到什么地步 大到你随便翻旧约预言书 都能找到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难题就在第二部分了 这个信息就是他将成为拿撒勒人 这句话的重点不仅仅在拿撒勒 而更在他将被称为拿撒勒 不是他已经被称为拿撒勒 没有所以旧约没有这句话 就是旧约先知的相关信息告诉我们 耶稣长大传道直到他死 复活 升天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人们会称他是拿撒勒人 这个中文也翻译的是准确 就是他将要被称为拿撒勒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样 耶稣传道受难复活 甚至到使徒时代 世人他的仇敌 特别他的敌人们 一直称他为拿撒勒人 当然使徒们也借用他们的话 是的 我们就是拿撒勒人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归结为一个问题 拿撒勒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吗 如果我们明白拿撒勒人是什么意思 这就完全没有难题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主流教会 贡献的三个解决方案 这三个方案是一个方案 就是文字游戏 wordplay文字游戏 他们说呀马太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或者用中国的语法来讲 修辞方法来讲叫双观 那么根据这个词 虽然个别的原因不同 但是根据拿撒的这个词呢 这个词他们认为马太在讲拿歇尔 拿歇尔人 参孙是拿歇尔人 比如撒勒尔好像也是 民宿记讲了拿歇尔人 《世事记》里面讲了拿歇尔人 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拿歇尔人 就是终生献给神的人 但是大家看这里啊 他住在拿撒勒 和耶稣是成为拿撒勒人 和拿歇尔人之间没有关系 不仅如此 你如何证明马太确实在一语双观 在搞文字游戏呢 这是个猜想对吗 这个猜想很不严肃 你可以显现一下圣灵感动一个人 在谈旧约所有先知都在讲的一件事 然后他在搞一个文字游戏 你是认真的吗 我不信 他何必 他为什么要这样玩呢 而且不仅如此 这个旧约提到的拿歇尔人的经文很少 你如何和这里说众先知都讲这件事 能够自洽呢 不能 对吗 第二个文字游戏 也是个文字游戏 讲的就是branch 比如说以赛亚说讲的那个枝子 从耶稀的本要发出一个枝子 那个枝子的希伯来文也类似拿撒勒 这种解释的局限性和第一个是相同的 他们还共详了一个局限 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 马太福音是用什么写的 希腊文 那和你那个希伯来文文字游戏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你用希腊文写了这一卷书 然后你 你让他绕多远回去找拿歇尔去 那不可 这个太远了 第三个解决方案也类似 就是他们取拿撒勒这个动词的含义 这个动词就是保守 当然也有以赛亚书相关的经文说 将来耶稣基督来 他是蒙保守的 他也要保守你们这类信息 那是根据拿撒勒的 根据这个保守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 这个动词跟拿撒勒很接近 这样来诠释出来的 他和前面两种解释 共详了所有的局限 这不是我们的答案 我深信 有人说你就骄傲了好吧 我深信 这些方案到今天可以全部放弃了 没有秘密 都在圣经当中写着呢 那就是就于所有的书间的预言基督的时候 都会在都在告诉我们 耶稣将来会被称为拿撒勒人 翻到下一页 我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他将被藐视 这很简单了对吗 他将被人藐视 羞辱 践踏 弃绝 侮辱 直到杀害 遗忘 这就是主耶稣三十年 或者三年半所经历的人间 他被所有的主流社会藐视 践踏 弃绝 污蔑 杀害 伤害 侮辱 我把那节经文的原文 英文的翻译放在那看得更清楚 就是 像众先知所说的 他将会 那个prophets看见了吗 那个复数 这是KJV的版本啊 他将被称为一个拿撒勒人 然后我们看新约圣经的 拿撒勒人耶稣的相关的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一节 大祭祀的使女 指控彼得说 这家伙也是拿撒勒人 那么更清楚的 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五十节 你看耶稣是怎么死的 马太福音用最全被的信息 告诉我们何为拿撒勒人的死法 就是二十七节 二十六章二十七节到五十节 当你明白拿撒勒是什么含义的时候呢 你再去读这段经文 你就会恍然大悟了 就是耶稣的死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那种政治犯的死最屈辱的 就是从始至终的每个细节都得羞辱他 你弄死他就弄死他 你杀他就杀他了 不 他使用了人间所有可能羞辱人的手段 去羞辱耶稣 而且当他挂在上面灵和宴祭之前 还在继续羞辱他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救你自己 你下来呀 路过的人向他吐口水 所有的人经过的时候向他摇头 挂分他的衣服 用鞭子抽他 从始至终全在侮辱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拿撒勒人 然后你再看约翰福音7章27到52节 我这里面重点给大家推荐 约翰福音1章46节 这是关于拿撒勒最权威的定义 而且不是处于他的仇敌 处于谁呀 处于他的门徒 当然是前后门徒 这时候呢 拿但业还没有归到基督的门下 拿但业对教堂的那个仕途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拿撒勒能有什么好东西 因为郭德纲讲相声 说于谦的姐姐准备到东莞到基层去锻炼一下 于谦说 他选的层不太好 拿撒勒有这个意思 拿撒勒是什么意思 拿撒勒就在所有的犹太人心目当中 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地方 你们以前我不是自笔耶稣啊 我打开比方让你们明白 你们知道我的故乡叫什么吗 我的故乡叫克山 他原来曾经很有名在50年代 因为那里面生产一种病叫克山病 当然不是什么神经病 就是大骨解病缺点缺钙啊 我搞不清楚啊 拿撒勒有这个类似的含义 就是只要提到拿撒勒所有的人都 这就是不忍足听 气如碧驴 像见到拿撒勒人像见到瘟疫一样 就是这个概念 跟梁家河人正相反 那里梁家河是出太阳的地方 拿撒勒是专门出烂人的地方 所以连拿撒勒都瞧不起拿撒勒人 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的拿撒勒人 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他诚实的告诉我 告诉人他多讨厌拿撒勒人 约翰福音第7章一直讲拿撒勒人的坏话 大家就可以看相关的经文 使徒形状24章5节 到了使徒时代 拿撒勒仍然是个贬义词 人们给使徒定罪 说他们是拿撒勒党人 拿撒勒教党的人 所以结论 我们用新约这些清除无误的经文 来诠释刚才马太讲的那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众先知都在讲 他将被人羞辱 他将被人用拿撒勒人这个名头 极尽羞辱 践踏弃 杀害之能是 就这么简单的 这本来没有难题啊亲爱的 这有什么难的吗 没有啊 所以所有的先知书都在讲 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讲会被人弃绝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 你把呢 39卷书打开吧 每卷书都写满了 基督将被人侮辱杀害的信息 是的 这是最完美的解释 我们感谢主 在这个背景下你去看 旧约相关的信息 我这是随便找的 通篇都是 比如说民数记14章1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秒数我要到何时呢 基督说你们要把我称为纳撒勒 要多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中间行了一切神迹 这就是基督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们会讲马太福音相关的信息 博赛大呀 加百农啊 哥拉逊啊 我要把这个神迹 行在推罗西多那里的人都会悔改了 是吗 那那个尼吉威的人 也要定这个世代的罪诸如此类 但是你们不信吗 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你看 新约时代世人主流社会 对耶和华的藐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藐视基督 另外一个方面是藐视他的话语 这个两个方面结合在一块 你再去读马可福音第八章这节经文 翻在这邪恶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41节和我的道31节当作可耻的 当作可耻的什么意思 当作拿撒勒人和拿撒勒人的话 那么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众先知都在讲 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主流社会的人都会把耶稣基督当作可耻的 特别在约翰福音这些信息表达的更为充分 主流社会对耶稣怎么讲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纳撒勒人民风也不太好 因为那里面据说附近有罗马的住军 常常跟村里面的女人们发生关系 强奸淫乱 所以他们讲了很多耶稣出生的坏话 纳撒勒人吗 东莞人吗 一目辽然 但是不仅如此中文 我刚才为什么讲啊 马太福音第二章最后这个众先知的预言 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呢 什么叫藐视耶和华 什么叫以基督为可耻的呢 这在应用层面你知道有多重要吗 我们藐视上帝 我们以神的儿子 我们以神为可耻 这成了什么 这成了500年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特色 500年近代现代人类的历史 就是以神为拿撒勒人的历史 你明白吗 再也没有任宣告神不存在 神反人道主义 这样的景论更羞辱神 更以神为可耻了 在东方5000年我们都以神为可耻 因为天地之间人为贵 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今天 整个人类的主流文明 都以神为可耻的 一个方面 他们把神 把圣经当中的神 用神议论的名义描述成为人道主义的仇敌 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以科学的名义 宣告上帝根本不存在 是的 还有比宣告神不存在更羞辱 漠视清见神了吗 所以 神真是纳撒勒人 最近我在一些同工的教导和帮助下 在学做木匠 学做纳撒勒人 我到今天引以为傲的一个县礼工程 图书馆的县礼工程呢 是一座小木桥 设计者是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大师达凡奇 叫达凡奇拱桥 我在复制这个桥的时候 我深深的深深的认识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或近代主义现代文明的深刻的罪恶 无耻 厚厌无耻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材料 好多的这些所谓的DIY的爱好者们 都把达凡奇吹捧得不得了 但是我看那些视频 包括我自己做实验 那个桥根本不堪一击 看上去很美 很简洁 但是服众力非常有限 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立柱 昨天有弟兄帮我去按立柱 我再次想到了这个画面 这个立柱很重要 因为这个立柱是真正的支撑的 他完全靠这种连接的这种弹性啊 勉强的给你看 但是他把真正的沉重的脊梁抽掉了 这是什么 诸位 这就是现代文明 他们把基督教所有的政治文明的成果全拿去了 说这是人的发明 但是他把支撑这个桥最重要的支柱抽掉了 这个支柱就是拿撒勒人基督 诸位 我们所有的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 我们今天享受的所有文明的成果 都是在基督这个根基上建起来的 但是当你把基督教信仰 把基督和他的信仰 把基督和他的道 从你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桥梁当中抽掉的时候 现代文明不堪一击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核弹恶亡核酸恶亡真正的原因 我们倡导基督教成建 我们要把他被抽掉的根找回来 所以我说我很骄傲就是 你要愿意你开车从我的桥经过都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的英姐妹说她要到桥上去蹦一蹦 我说英姐妹那不是一般人 她都好吧 我再加一根立柱 要减肥要减肥 结论嘛 对神用马萨勒的名义加以藐视和弃绝 是现代文明的本质 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罪恶 所以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 不仅向整个基督的一生敞开 也敞开直通道 主后2022年通往人类的邪恶 当然也包含着拯救的信息 那就是返回根基 我们准备好了 求主使用我们 归回我们失丧已久的根基 这是个感恩节 我们为这种回归真理的重现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再次的安慰我们 愿你安慰我们的灵 也去安慰更多 哭泣的拉结和失丧的人 并带领你的百姓快快的回归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你 谢谢大家